一些台湾媒体开始盘点2019年台军装备并把它与解放军的战力进行对比 不过有大陆分析人士认为 现在台军和解放军战力已经没有可比性 空军方面联合报的报道称 台湾总数208架的超级F16也将是全球最大机队 文章声称两岸空中力量除了歼20之外 超级F16堪称当下最强 不过大陆专家认为 全球最大F16机队在当下没有什么炫耀的 因为全球主要的空中力量都把重点放到了第四代引擎战机上 台军的F16尽管升级了有缘相控制雷达 但它绝非仅次于歼20 F16V冲击量对表一下歼10C 实际上在台空军方面也只有升级后的F16值得一提 联合报也感叹 另两种主力金国号与幻影2000缺乏同等级的性能提升 能否应对未来威胁有疑问 台媒称2019年5月9号 蔡英文主持自造潜艇计划的厂房新建开工典礼 早在去年4月3号蔡英文声称台湾第一艘自造潜艇 预计2025年正式成军 联合报的报道称潜艇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然而技术风险高 大陆专家表示 从目前的报道来看 台首批自造潜艇即便建造成功 性能也很令人质疑 特别是在AIP已经逐步普及的情况下 台潜艇仍然未使用这种装置 这将导致潜艇需要频繁露出通缉管进行充电作业 在解放军强大的水面水下和空中反潜网的探测之下 毫无藏身之处 只能成为解放军潜艇和空气反潜力量的把镖 陆军方面 台军装甲部队目前的主力 室美制M60A3与自行制造的CM11 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 如今根本无法与新一代战车相较 长久以来 M1系列主战坦克都是台军心中一段挥之不去的情怀 直到2019年7月 五角大楼宣布批准受台108辆M1A2坦克 由绿营媒体得意的称 美售台M1A2坦克中的T代表台湾 这是美国专门出口台湾的版本 不过有网友表示 定制化的意思是 射控系统可能会被动手脚 而解放军陆军坦克与反坦克这两个方面的成果 在世界上也都位居前列 即便不出动先进的99系列主战坦克 各种平台配合的反坦克火力配系 足以对付M1A2系列主战坦克 在一些先进反坦克导弹面前 M1A2可能来不及开炮就成了火炬 而且台湾岛屿地形并不适合 总重超过60吨的M1A2作战 专家表示 海峡两岸的经济力量对比逐渐悬殊 如今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 台湾军远远不及解放军 台军想要和解放军对比 目前和我一个战区比还算对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